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另外呢 戴过眼镜的朋友都知道 戴眼镜其实对于我们的视线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且在生活上呢 也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 另外 如果您想要报考飞行员 如果是近视的话 基本就不太可能了 而且呢 在生活中 如果我们近视还不戴眼镜 其实在看很多物体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眯起眼睛 这样也不太舒服 那很多朋友就想说 有什么方法可以一次性的将我的视力矫正过来呢 很多医生呢 就会建议这些患者去做Lessic角膜切除手术 今天呢 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关于Lessic手术的相关问题 当然了 这里我们不是要建议大家到底是做这个手术 还是不做这个手术 只是将一些实际的问题告诉大家 具体情况呢 还是要由大家自己来决定 因为啊 之前纽约时报确实有这样一篇报道 Lessic激光手术呢 有许多潜在的副作用 可能就会使患者的情况恶化 患者长期遭受视力严重受损的后果 并且呢 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Lessic是雷射趋光角膜层状重塑术的缩写 手术呢 是会根据患者的需要切除一小片角膜 然后使用特殊的激光重塑角膜 它的目的是恢复和矫正患者的视力 每个手术呢 平均约为15分钟 花费呢 大概是4000美元左右 当然了 确实有很多朋友在做完Lessic手术之后呢 视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而且最后的结果也是非常令他们满意的 可是呢 在实际的案件当中 确实也有不少朋友出现了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像是眼睛疼痛 或者是一直处于干涩的状态 而且有些朋友做完手术之后 手术确实就是失败了 一点也没有达到改善视力的效果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20世纪90年代 首次批准了Lessic眼科手术 那时起呢 美国约有950万的人 接受了这项手术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安全快速 而且是简单的手术 可以让他们拥有完美的视力 而且呢 没有副作用 但不幸的是 对于某些患者来说 事实并非如此 自2008年以来 FDA就不断地收到 有关于Lessic手术的投诉 患者呢 在一次代理会议上 佐证了关于Lessic手术的一些 令人不安的副作用 其中呢 包括视力受损 持续疼痛 社交孤立和抑郁等等 而且还有的患者 因此而丢了工作 另外 最严重的一个后果 就是有些患者 当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和身体上的疼痛 之后他选择了自杀 比如说之前就有一个实例 一名大学生 在经过了Lessic手术之后呢 长达六年的视力模糊 还有眼部的疼痛 让他最终承受不住 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实啊 在很多情况下 医生在做完Lessic手术之后呢 会认定这个手术是成功的 因为呢 确实让我们的视力 得到了改善 但是啊 很多情况下 一些患者呢 出现了 像是眼睛疼痛干涉的症状呢 医生是没有办法给予解决的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 FDA认定Lessic手术 可能带来以下的这些风险 比如说像是视力不佳 眼睛干涩 炫光 夜间的光环效应 还有疼痛 此外呢 一些患者 会对光线变得非常的敏感 另外 研究人员也发现 接受Lessic矫正视力的患者呢 未来需要进行白内障手术的风险 其实更高 还有的患者呢 还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比如说像是角膜扩张的风险有所增加 而且并发症还可能会导致眼睛失明 此外呢 研究也发现 Lessic手术使清光眼的检测 变得更具挑战性 而清光眼可能就会导致失明 而且报道还指出 许多针对Lessic相关并发症的研究的资金 是由那些与研究结果有利益关系的制造商所提供的 比如说一项由全球医务总监为大型激光眼科手术 供应商撰写的研究报告称 Lessic手术五年后患者满意度很高 这里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您在做完Lessic手术之后出现了任何问题 比如说是疼痛或者是其他的并发症 其实我们都是有可能得到赔偿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找到哪些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疗赔偿律师 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的案件得到最好的处理 以上的内容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